好,今天已经是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二了 首先在这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 事事顺心吧 昨天大年初一去那个上野里浪了一圈 然后回来之后小朋友就生病了 然后现在睡觉了又发烧了 我去本来打算今天去那个亨宾中华街 好像有舞龙啊舞狮那些表演的 想去看一下的 结果就是今天一天家里蹲了 我2020年来东京啊 4年吧 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雪 今天预报有大雪 然后我们公司三点半就放假了 现在回家 手机拍过出来特别大 能看出那个雪很大来吧 刚刚开始下 据说今天晚上是下的最厉害 东京应该是4年了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 不知道明天早上会不会有积雪 变成额毛大雪了 我家这边租立区 然后地上已经开始有积雪了 比那个圈圆那边下的雪花片要大很多 哇 哇 哇 我看原来的那里有没有下雪 梅花开了 啊 啊 冷不冷啊 你靠边靠边吧 我后边有车 快快快快 到这边了 那你靠边了吗 啊 这边靠边了 好了 那你靠边了吗 好了 快点呢 我们马上到家了 你冷不冷 冷 冷 冷快点走 我 感觉楼上的雪花更密一点啊 我房顶全白了 哇 哎呀 一夜风雪过后 这两天早上就是满地的湿滑和泥泥啊 我去啊 这个人走的地方全是雪了 我天 今天不得不吐槽一下 刚刚在电车里碰到一个大爷 那个一身的爽味就是 那个裤子 肯定是尿裤子尿了好几遍那种 就是干了又尿尿了又干的那种 那种味道 你明白吗 我去而且他还在车厢里走过来走过去 他走过去 然后旁边的人就开始咳嗽 然后 他也不停的走 我熏的我都哭了 真是有时候不理解哈 那大部分的日本人其实都挺注重卫生挺干净的哈 最起码外表面上都收拾的干干净净的 很多男生也是都收拾的挺挺干净哈 然后一样洗澡 至少一天一次吧 如果夏天他们还有一天三次澡的我那个公司办公室的那个同事 中午吃完饭也要刷牙 这么干净的人这么多 然后也会碰到这种这么极端的个例哈 像是自己家弄的跟那个垃圾厂市的人也有 还有像今天这个车上遇到的那样裤子尿湿了好几遍的这种人也有啊 太极端了 周四的时候跟同事一起开车去那个山林县 发现高速公路上也全都被积雪覆盖 另外这个山顶上面呢有很多的积雪 山林县据说也是好几年来下了这么一次的大雪 那到了这个山区里边还能拍到这样完全被雪覆盖的照片 可谓是非常大的雪了这一次 今天大年初一啊带小孩来这个上野 有一个什么国立博物馆 我上次给了我两张票 说那个带小孩去挺好玩的 也不知道看啥的 反正今天正好赶上三连休嘛 然后大年初一就来这里看一看 其实日本根本就没有过那个农历新年的气氛啊 跟平时的这个休息日一样的 哦原来上野公园里这个建筑物是一个博物馆来的 以前每次经过也不知道这是干啥的 这次进来才发现 这个地方带小孩的来挺好的啊 很多值得看一看的东西 很多都是带小孩的家庭 放完那个国立博物馆出来 然后这有一个夜市的摊子吧 不知道是什么活动 看着不太像是那个庆祝春节的 这唱着日语呢 不得来进去看一下 好联系 好着 disastyst 果然就是那个春节的活动 然后好多那边好多中国美食 迎新春 不过的不行了 这边才是正门 刚刚是从后面进的 就是春节的一个活动 很多好吃的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两千年已经中了血干净了 几年两三年没见过血了吧 不对去年见过 去年见过雪了 裤子都湿了 快点走吧 快点回家好吗 妈妈 妈妈 看好玩啊 都白了 那走吧 回家吧 好吗 妈妈明天下雪吧 明天不知道 今天晚上下一个晚上 快走吧 冷不冷 不冷 不冷 我更快了 熊爷爷冷 晚樱 我们下宫 请不吝点赞 下宫 可以 下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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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